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的台湾NGO工作者李明哲 穿出19号从澳门入境中国后失踪 中国国台办29号证实 李明哲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被拘留 但没有说明所在地点 只表示他健康情形良好正在接受调查 李明哲的妻子随后表示 他这一趟去中国是为了拜访朋友 还有替岳母打听医疗资讯 怀疑被拘留跟中国去年通过的NGO管理法规有关 英国驻欧盟大使29号到欧盟总部 递交首相梅伊签署的脱欧通知书 表示英国正式启动 李斯本条约第50条的脱欧程序 不过欧盟各国与德国总理梅克尔的立场一致 拒绝和英国同时协商脱欧谈判与未来贸易关系 表示只有先解决脱欧费用 英国境内欧盟公民的权利 以及北爱尔兰问题 才会进一步讨论贸易协定 土耳其29号宣布 在叙利亚北部扫荡恐怖组织的 诱发拉底之盾军事行动已经成功结束 未来不排除采取其他跨境军事行动 但没有提出具体撤军时间表 诱发拉底之盾行动目标 是打击土序两国边境的恐怖组织 从去年8月发起以来 土军已经向土序边界推进了100公里 当局也声称 肃清了当地伊斯兰国IS的成员 秀� cease 氏 秀鸣 秀鸣